神中课 经历基督的真实 今天是11月10日 题目是值得冒险 马帝福音13章45至46节 天国有好仗买卖人寻找好珠子 遇见一伙重价的珠子 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 买了者火珠子 预言之声电台的图书馆里 珍藏出一本很特别的书 甚至可以说是世间罕有的 这本书没有精美的彼土封面 印刷品质也很粗糙 纸张更加没有具备珍藏版的品质 但是可能缺比那本精美无比的圣经更加有价值 那本精美的圣经是在无人禁止的情况下大量印刷出来的 但是马斯威尼本著作《圣经与你》是在苏联共产党统治的年代 在保加利亚的地方 是由人一字一字地去打字机上打人出来的 一班中心的教友 在意识的隐瞒之下来到一个很特别 可以避过共产党耳目的小房间里面 他们将七张纸放入打字机里面 而每一张纸的背后再放入一张福印纸 为了确保这些字可以透过福印纸引到它下面的纸张 他们每一次只按一个案件 一个一个地打出来 他们辛苦的成果就是一本531页的书 完食一本书最少要花上几百个小时 如果被发现的话 就会被人逮捕 甚至更悲惨的下场 他们的心燃烧着这一团浅热的福音之火 使得他们无谓共产党的恐吓 传承印书的工作 而有人会因为想拥有一本书而甘愿冒险 然而他们印的只是一本有关圣经的书 而不是一本圣经 和这些保加利亚的信徒比起来 我们大概在家里有好几本圣经 你去二手书店看看 书架上一定有几十本 甚至几百本圣经 大部分都是全新的 现在我们想读圣经的话 只需要打开手机 平板 或者不计型电脑 轻言易举就可以看到了 不过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 他是有时以来最不重视圣经的一代 没有人会阻止我们去读圣经 我们不需要担心 本书有人敲门来拘捕我们 但是我们没有很好的把握机会去读 或者我们应该问一下自己 那些资深的基督徒 为什么会愿意无那么大的危险 只求会得到一本圣经呢 而我们 导演看电视 玩手机 把圣经放在一边 都不肯去阅读呢 他们不单只照着经上的教导去做 总将能够阅读圣经 制作一种无比的福分 即使要他们赴上生命的代价 他们都要为后世的子孙保留这样的特权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更珍惜读圣经呢 今天的诚中课就来到这里了 藉着基督的经历 确实可以让我们与耶稣有更亲密的关系 欢迎明天继续收听